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另一位帥哥美女 好辣醫師團 十班小故事夏宇童 大家好 我是夏宇童 今天要講痛是不是 沒錯 剛剛我跟你說 我覺得其實像這種疼痛的警訊 千萬是不能忽視的 是啊 是啊 對 因為我有一次晚上夜間睡覺 我就睡一睡就痛醒了 驚痛嗎還是 不是 就是背在痛 對 然後我就想說 是不是我運動啊 可能就是肌肉拉傷 或者是說太久沒有去按摩 睡覺姿勢不對 對 或者是穿高跟鞋 女生容易腰痠背痛 所以我就忍了幾天 可是後面那第三天 我發現我是連這樣子坐下來 我的就是尾椎的地方 就非常的狂 椎肩盤突出 後來我就去看醫生 就發現我的尾椎裂開了 裂開了 對 她沒事怎麼會裂開 因為我有一次穿高跟鞋 然後坐又沒坐好 我直接從椅子上 直接這樣震的摔下去 可是那時候就覺得 當下沒什麼感覺 然後是到後面幾天之後 才發現越來越痛 可是那也不能怎麼樣 你只能等它慢慢長好 所以我等於痛了一個多月 所以小學生靜止有沒有 以前小學生會把那椅子脫脫臭 對 其實不要以為沒事 這樣坐下來就受傷了 那很危險的 對不對 是 有一種痛 還刻骨銘心的 可是那種痛是 你拿掉之後就沒痛 但還有一種痛 我覺得比這個還痛 痔瘡割完之後 真的 我有聽她說過 恢復期非常痛苦 對 如果你是敵人的話 你叫她去趕快去割痔瘡 那個痔瘡割完 你骨不會痛嗎 對不對 割完之後開始恢復 原來她那個 擴頁肌是黏著你任何 擴頁肌都痛 對 為什麼 你只要稍微一動 你大便要泡在熱水裡面 很辛苦 所以那就跟剖腹完生產 之後的痛 是一樣的痛 所以各種疼痛都不一樣 真的 我們今天來聊一聊這個 背部剧烈疼痛 服用止痛藥也無效 有這種背痛嗎 背痛的病人最大眾 一定通常會先來找我們課 因為大家一定會覺得說背痛 不外乎就是一些 腰背的肌肉筋膜發炎 再來就是脊椎的問題 那脊椎的話 最常見就是 椎間盤突出壓到神經 對 那個壓到神經 你可能還合併 腿 痠麻無力 你沒有辦法走路 甚至必須臥床休息 那或者是老人家的一些 骨刺增生 壓迫神經 其實這種背的問題 會長久存在 而且很多人會有 那大家也都會緊急在心 那其實我覺得 我印象滿深刻的 有一個被忽略到的案子是 你知道有時候背部疼痛 是骨折 對 你會覺得說 我根本沒發生什麼事情 我為什麼會骨折 我之前遇過一個 七十幾歲的阿嬤 她來的時候 她是推輪椅的 然後她兒子跟外傭來 她就說 那一個月之前 已經一個月了 一個月之前 阿嬤其實那時候 晚上睡覺起來 然後她只是下床的時候 她常常上廁所 下床的時候沒有扶好 她就稍微有 但是她第一時間是撞到腿 然後 當然阿嬤本身長期就有 背痛 腿痛的問題 只是撞到腿之後 就下肢就覺得腿很痛 所以他們就帶去檢查 然後發現骨頭 下肢骨沒有骨折 沒有事情 過了一個月之後 阿嬤她發現 她越來越沒有辦法走路了 然後身上坐輪椅 然後再推來說 那我們再來檢查一次 然後這時候再來看 我就想說 因為老人家跌倒還滿容易 背部會骨折的 我說妳有撞到背嗎 她說沒有 我說那我試試看 我就這樣敲擊 妳像腰的脊椎這樣 妳就這樣敲敲敲 敲三下 阿嬤馬上整個叫出來 對 所以其實 我說妳這個就很像是一個 就是妳的骨頭 應該是有骨折 骨外一照 所以她的腿慢慢沒有辦法 走路是因為壓迫型骨折 壓到了神經了 對 那就是說妳的背痛 其實是一個更大的警訊 妳怎麼沒有注意到 妳只是想說妳跌倒了 妳腿有撞到 所以在背痛的方面的話 容易被忽略到 就是說有些老年人 他可能打個 他都可能會壓迫型骨折 因為骨質疏鬆的關係 這個要小心 這個吃止痛藥沒有用的 常常會壓不住的 其實有一種 就是背痛也很不容易 其實我本身就是這種患者 就是久戰的人 久戰的人 他很容易有一點點 腰椎滑脫的這個狀況 這在陳醫師的悶診常常會看到 然後我們要開刀 常常要站很久 或者是專櫃人員站很久 有時候就會有一些 腰椎滑脫的情形 那腰椎滑脫 他壓迫到神經的時候 其實常常就會 剛剛陳醫師講的這樣子 很多止痛藥都壓不住 有時候甚至會腿麻 那個就要靠背駕 然後後來甚至進一步 就要手術 那背痛呢 在上個年紀的人呢 除了我們剛才講的 這種骨骼肌肉的問題以外 有時候胰臟發炎 也會引起背痛 主動脈弓也會引起背痛 但是更少見的呢 是偶爾會發生跟癌症相關 像我有60歲的一個阿公 那他就背痛 那背痛的時候 就是當然也先在其他的診所 這樣看過 那家人有時候會覺得說 他有點無病的聲音 就是需要家人關心 可是後來呢 阿公就躺在床上 不太愛起來這樣子 後來他們真的覺得不對勁 那那時候可能像骨骼門診 有時候人太多太難掛 就照我們這種比較少病人的科別 掛掛看這樣 那我們就幫他照的時候 就發現他那個 有一個脊椎的這個部分 那個顏色比較淡一點點 一點點而已 那不是很明顯 可是阿公有說 他排尿不順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聽起來就有點怪怪的 而且他說他排尿 有時候會有一點血這樣 所以我們就發現一個 攝護腺的一個癌質素 結果發現 那後來呢 在幫他做的那一個 核食共振症之後 我們都到攝護腺來 其實滿容易骨骼轉移 這個球醫師還要知道 那所以後來我們幫他發現就是說 他是 才造成他這麼痛 所以他後來呢 除了要做攝護腺來的治療以外 他也有做電療跟荷爾蒙治療 後來他就可以行動自如這樣 是喔 對 所以有時候 其實有些癌症 還滿容易轉移到骨頭的 除了攝護腺來以外 大腸癌跟乳癌也很容易 攝護腺來最常見的轉移 就是骨頭轉移 所以常常在急診有時候 那種老人家突然間就癱軟掉 昨天還好好的 今天沒辦法起床 我們會去做一個肛門止診的動作 所以如果真的 有人是因為 因為他可能就是想到說 有攝護腺癌的問題這樣 那真的 我上次也遇過一個 可是你攝護腺癌這樣摸摸的出來嗎 因為如果是一般的攝護腺 它是會很平滑的 那如果是攝護腺癌 你神經去摸 會摸到像 它會很硬 那像上次我遇過一個Case 它PSA 就是攝護腺癌的癌子數 標到 對 那你按它 它會不會痛 它不太會痛 但是摸起來是整個是硬塊 會硬邦邦的這樣子 那其實也呼籲就是 觀眾就是五十歲以上的男生 可以去做一個 攝護腺PSA的篩檢 那當作一個Bestline基礎 不能自己挖嗎 挖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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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我們手指不一樣長 沒有 因為你伸進去之後 要往前頂 所以你這樣子根本 你位置的問題 對 因為你指腹的方向 不可能是往前頂 可以請另外一半幫你試 對 但是通常專業的醫師 會知道那是什麼樣的感覺 但一般人摸也摸不出來 那另外我們在泌尿科裡面 最常見的被痛的原因 其實第一個 就是剛剛瓜哥講的 腎結石 腎結石的話 通常腎結石不會痛 掉下來塞住了才會痛 那都是突然間的 那有一個病人 它就是反覆性一直 就是腎結石一直在復發 大概每六個月 它就會來悶診一次這樣子 那為什麼 因為它就是 它怎麼反覆復發 它掉下來就不會回去 不是 它掉下來 然後處理掉之後 它後來又長出癢 六個月 對 為什麼呢 其實也不能怪它 其實它是一個最主 所謂勞力階層 然後每天在太陽底下工作 那水分補充不夠 那第二個 它本身又有家族病史 所以六個月就可以長成 我遇過最早的三個月 都長出癢 而且三個月可以長到 一到兩公分 非常的快 對 我上次掉下來之後 我回去過幾天去撿 他說你又長一點點 對 通常它 怎麼這麼快 我認為它是沒打乾淨 通常那個腎結石 我們就它 在腎臟裡面會有一個 類似結晶盒的東西 然後我都跟病人形容說 這個叫中乳石 它長在上面 然後它成熟之後會掉下來 所以我們是誤會意識 有可能三個月長 有可能 像現在卵氏塑膠管經 做了很多 其實我們有時候會進去裡面 順便檢查一下 裡面有沒有類似 所謂我剛剛講 殘餘的份子 對 或者是說 薑要長出來 像那種竹筍要冒出頭 那種感覺 對 那第二個 除了男生以外 女生裡面 最常見的就是 對 大部分它是因為 膀胱開始發炎 沒有辦法去控制 一直往上 跑到腎臟 那這時候你做個理學檢查 從後面一敲 它會從鼻子上 直接跳起來 那甚至有可能 會發高燒的問題 所以當有泌尿道症狀的時候 也是建議就是 能夠進駐就醫 不要脫到說 真的到腎臟中發炎 像我們背負劇痛 假如來到我們科別的話 那就是那些動脈瘤的擴張 或是破裂 像有一個門診的話 就是有一個 六十幾歲的病人 來我的門診 想要看那個 控制高血壓 當然就問他說 高血壓多久 怎麼會突然發現等等 這樣 他就說 醫生 跟你說 這個 我這兩三個月來 幾乎都睡不好這樣子 想說 那怎麼會睡不好 他說我就腰很痛 痛很久 痛一兩個月 去看骨科 骨科醫師給他 他把他照了X光片 發現說 也只有一些 輕微的脊椎側彎 沒有明顯的太大的問題 這樣子 所以就幫他開了一些 止痛藥 安排復健 他也很乖 止痛藥吃 復健也做 可是 大概都沒有什麼明顯的改善 這樣子 所以他想說 不然我就換看中醫師好了 這樣子 所以他要去尋求中醫的治療 所以中醫他 熱波也都做了 也都完全沒有改善 所以他這兩個月來 幾乎都沒有好好睡覺 因為晚上一躺著 腰就很痛 就都沒有辦法睡著 所以當然睡眠不足的話 這個血壓就容易搞起來 這樣子 可是他跟我講完 這麼多事情之後 想說 我們骨科醫師跟中醫師 也不是省油的燈 連一個簡單的腰痛 怎麼可能處理不好 這樣子 當然就幫他排一個 腹部的電腦斷層 然後就發現是一個 腹部的電腦斷層 大概到了6.5公分 然後去壓到神經 所以導致他的腰 會不舒服這樣子 所以那其實我們就有 建議他開刀 可是病人的話 他是會怕 所以他就不要 然後他就繼續忍耐 可是他後來大到8公分了之後 我們就強烈建議他開刀 因為你腹部的動脈瘤 大概到8公分以上之後 他那個破裂初學的風險 會高到很多 而且大概一破掉 你也不用送醫院了 就直接在家裡面放 所以他那個動脈瘤很大 他一流下去 大概很難 很難救得回來這樣子 因為他那個 整個全身最大的動脈 你一破掉 大概很難救得回來這樣 那個病人送來 你真的會這樣跟他講嗎 沒有 因為 8公分大的時候 我們就要這樣 因為他8公分大的時候 我們就要說 你只要再不開刀 你就不用 你就是如果哪一天突然 腹部剧痛 暈倒的時候 你就不用送過來這樣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 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我不要再次歡迎 為何我們要來做 請你問一下 阿嬤 我們要先來做 我們要先做